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一号 今天的topic是 卖家们,求求你们,请不要再尝试抢offer了 以往的9月总惯以经久银食的美誉 传统上认为是房地产市场的旺季 买家活跃,交易频繁 然而呢,2024年的9月并没有完全寻找这个规律 尽管央行降息带来了些意好 但市场的整体表现并未如期般火爆 根据多伦多地产局的数据 9月的整体房产交易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2% 显示出市场的热度明显不足 令人注意的是 虽然市场表现相对低迷 但仍有不少新房源每天在不断涌现 尤其是一些卖家依然选择低价策略 试图通过抢offer的方式 竟制造竞价的氛围 吸引更多的买家 然而这种策略在当下的市场 环境中已经完全失效 因此今天的视频 我想特别的提醒那些 进行准备挂牌的出售的卖家们 不要再设置低价抢offer的策略了 这种方式的成功率已经显著的下降 反而可能导致房源被长时间搁置而无人问津 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低价抢offer究竟有哪些不利因素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逐一来分析一下 第一点 浪费宝贵的挂牌时间 首先低价抢offer的策略可能会让你白白浪费 两到三周的挂牌时间 尤其是当前新房源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9月的新增房源 数量同比上涨了8% 这意味着市场的竞争更加的激烈 买家在考虑你的房源时也可能会对比更多其他新上市的房源 如果在你设定的抢office周期内潜在的买家在市场上找到了更合适 根据吸引你的房源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放弃你的房源 选择其他标价合理 无需竞价的房源 不仅如此 这种时间浪费还会让你错过了市场的最佳窗口时期 数据显示 新房源在上市的前两周内平均获得的点击和预约量是后续的两倍以上 因此浪费这段黄金时间只会让你在日后难以吸引更多合格的买家 通常在上市前两周 这些看完的买家应该是最qualify最service的买家 第二点竞争激烈 市场转向理性与前几年火爆市场行情不同的是 如今的买家群体更为理性 他们不再盲目的参与竞价战 根据调查 目前市场上超过60%的新挂牌房源并未设置抢offer 而是选择以接近市场实际的价格去挂牌销售 这种直接标价的策略不仅减少了买家们的心理压力 同时也提升了房源的成交率 事实上数据显示 在当前市场下采取直接标价策略的房源成交的速度 要比设置抢offer的房源高出15% 与此同时 许多卖家愿意以略低于市场价格的小幅度折扣 来迅速成交 以便在竞争系列的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 这对于坚持低价抢offer的卖家们来说 无疑是双重打击 一方面你可能会因此 因为此设定的过低价格吸引不到合格的买家 另一方面 其他卖家也可能通过更合理的定价快速成交 进一步压低市场的预期价格 第三点 抢offer条件的变化 以前市场火热时 抢offer通常意味着买家需要去掉所有的条件 才能引起卖家们的兴趣 只有无条件的offer才能被优先的考虑 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即便有多个offer同时竞争 其中去掉条件的offer已经很少见了 卖家若是期望通过抢offer至少收到一个无条件的offer的话 这在现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 条件仍然存在的offer 意味着买家在签约的几天内可以返回 因此 即便是定价合理 不设置抢offer的房源 在收到offer 也大多数是有条件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定价合理的市场策略和抢offer的效果 几乎是没有差异的 他们都得到了有条件的offer 第四点 抢offer失败带来的心理影响 低价抢offer若失败 带来的不仅仅是销售上的麻烦 更加影响卖家们的心理 首先卖家在抢offer失败后 会变得更加的焦虑 特别是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 新潜在的买家 在看到房源 曾试图通过抢offer 但是未成功的时候 难免会心生疑虑 担心房子是否存在某些问题 这些疑问通常可能包括 为何抢offer未能成交 上市的时间为何如此的长 这些细节都会被买家无限放大 并成为他们最终放弃购买的理由 因此 一旦抢offer失败 接下来的销售过程将会更加的艰难 是房屋的吸引力也可能大幅向下 第五点 定价策略的调整 那么如何在当前市场中 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呢 一往看 目前最佳的定价方法 是设定一个合理的 甚至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区间 比如说 如果卖家的心理价位在122万左右 那么建议挂牌价 设在119万 如果心理价位在128万左右 那么考虑挂牌价在126万左右 通常挂牌价最好比心理预期值 或者市场价低2到5万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这样的定价策略会更具有吸引力 以及竞争力 有的人可能会质疑 这种定价方式 是似乎没有为卖家客户充分考虑 是否真的站在卖家角度上去想呢 实际上 这种定价策略的首要目的是 吸引最多的潜在看房者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offer 当前的市场缓慢的情况下 略低于心理预期的定价方法 反而是最优解 毕竟无论房子的条件 多么优越 如果没有足够的买家关注和提交offer 再好的房源也难以成交 大家说对不对 好 所以再总结一下买家朋友们 除非你是真的做好准备大降价去买 这个时候呢 倒是可以尝试去抢一次offer 因为目前来说 抢offer不是说不可以 只是吸引来的多半都是低价的offer 所以既然你做好了抢offer的准备 就得做好收到低价offer的准备 如果你的心态仍然较高 那么抢offer真的是纯纯的浪费时间啊 所以啊 卖家朋友们 请别一味的设置抢offer了 我们呢 安安心心的在这段关键时间内 把房子卖掉才是最重要的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 我是多伦多地韩经纪 余浩 谢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你喜欢的话 请在下面点赞并且关注 记得订阅哦 谢谢大家